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远远流长 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 树立了不同民族友好交往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互学互建 友好合作的广度深度 实现历史性跨越 为总结中阿合作成果经验 展望中阿关系未来发展 外交部发表了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 回顾中阿友好交往历史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 中阿友好交往实践 展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和方向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面临相似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始终把阿拉伯国家作为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 加强 从发展中国家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民 gonna 共同体的战略伙伴 中国将继续与阿拉伯国家一道 弘扬传统友好 深化各领域合作 加强文明交流 携手构建 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造福中阿人民 带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